他就是一个普通的电训人员 没有接受过任何的潜伏的训练 对不对 对 而且吧 他的外表和他的这个面相来看 他就是一个稚气未脱的一个小丫头骗子 是不是 他根本就不像跟着杜婷的那样的特务 工作了两年的那种特务 没错 没有一丁点特务的那个这个样子 对 而且他没有社会经验 他是没有吗 是一丁点都没有 对 同志 请出示证件 我们这么着 默契 团结统一 你们俩一说到李文雷 这是摒弃前嫌啊 你们俩关系结合特别好 不是在同志安全的问题上 我们是一致的 对 我们要保保护我们的同志 那我跟你们说 这件事我已经请示了老首长 老首长已经批准 我们现在就是执行任务 是 老首长是同意了 可问题是老首长他不了解这边 我没说完呢 老首长他不了解 你对老首长有意义 我没 我可以执行任务了吗 我可以执行任务了吗 这不像是没有社会经验的呀 而且很丰富 对 二位同志 你们不是对李文雷执行这次任务有意见吗 可以当面向来提示的 老阳 那个案子呢 我又发现一个小小的证 好的 你说 嗯 走 那边 怎么样 变化很大呀 来 有事 长总 这个蔡正新的复告 已经以顾庆星的名义 单单在解放日报上了 嗯 李文雷同志到了杂伯夫之后 发明夏文 对顾庆星在上海单独的下写 是 下文的将官证明呢 大事总是引渡准备好了 哦 我知道了 从现在开始 你就住在洞权林家 跟他一起看守杂伍布 如果那个姓铸的出现了 你就挂出碧楼村到货的牌子 剩下的行动由我们来执行 你 一定不许 擅自动手抓捕 明白吗 明白 行动 要以安全为第一 如果受到任何危险 必须马上撤离 是 准备去吧 来 组长 谢谢你的关系 我的关系 老首长告诉我 如果你要掉一根寒毛 发我的皮 我还想多活两年 娶媳妇生孩子呢 等一下 还有什么事 这怎么说两句好听呢 报上 我这烫头发 买衣服的钱挺贵的 不能我自己付吧 你没有钱啊 对啊 你哪会得上天报了再给你 我没钱 好好准备啊 组长 我这儿 你看 你这儿 看报上没有 蔡正兴遇车祸意外身亡 曝光 就是那个叫杜田的女人当的 她说本来有东西 要交给蔡正兴 结果呢 人死了 她让她的朋友 赶紧去领了这个东西 她说的不就是那一千美金 你在看呢 蔡正星是不是背着我去领经费了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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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这怎么可能呢 他没有那个单子 不管有没有 这笔钱不要了 别呀 那可是一千美金 老蔡的 老蔡 老蔡 你是为老蔡难过还是为钱难过 为钱 不是 那那肯定为老蔡难过呀 不是 朱组长 暗杀市长那可不是个小事 处处都需要钱来运作 你不领经费 我们没有办法做事啊 你觉得是美心重要 还是你的命重要 可是我已经按你的要求 把弟兄们都集合起来了 你总得给他们发点辛苦费吧 蔡正星的死因现在还不能确定 他留在永林饭店那半瓶清华那儿 迟早会把公安引到姓杜的女人身上 说不定他们早就盯上他了 这一千美金就是诱饵 诶 朱组长 诶 朱组长 你看能不能从那个谢阴梦那儿 把他点什么消息 不行 他刚打消对我的一息 现在还不是时间 不是 朱组长 我觉得你太谨慎了吧 还事情有那么严重吗 在共产党的地盘 一朝不是 就是满盘结束 从今天开始 不要再来我这里了 谦哥 实在是没钱了 你就委屈点了 不是你 你不能跟那饭馆老板说说 先欠了 过两天一块算 饭馆老板不让我身上 还催咱们把上席再赶紧结了 老婆跟上帮说说 你再把经费也结了吧 那笔经费上面不让柳子 我也没法子 谦哥 这可是一千美金 咱们在保密局干了这么久 也没加过这么多钱 我去蔡真家附近打听过 这街坊们 没人听说过公安抓特务的事 他要真被抓了 这邻居们怎么会不知道 嗯 这暴隆都说了 这是涨车祸意外 这姓铸的还一身一贵呢 这不是自己像我自己吗 他起来 妈的 咱们给保密局办事 不就图的那几个钱吗 对啊 一千美金哪 啊 既然他姓蔡的没去领 就说明这是老天爷 故意留给我强固人的 就是 不领就白不领 来碗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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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碗面 一壶酒 花生米 来了 上去 行 行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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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 老板 给钱 不是 是我给你钱 对啊 谢谢啊 哎 警告什么呀 我 公安同志啊 不是 那个小 小夏同志啊 我这个人吧 我特别容易紧张 我也紧张吧 我就想上厕所 我现在 我就有点想上厕所 我能不能去一趟 远吗 不远 就那样拐过弯就到了 那你快去快回吧 谢谢公安 谢谢小夏 好的 谢谢公安 事先上很好的水果 新鲜的水果 卖水果 有新的水果 请问你是毒老爸 有什么事吗 同志 你到底想买什么呀 你发的铺告我都看了 真是天有不测风云 你说前两天我俩还在一起 说没就没了 你是蔡政兴什么人 我是她的朋友 我来呢是想拿走她 她那个姨佣 她都出事这么多天了 你怎么才来啊 别紧张 别紧张 我知道你们俩是单心联系 怕有人来冒陵 我这么晚来也是为了小心谨慎 现在风声太紧 上头怕那个车祸是有诈 我也是确认了公安 没有盯上我 我才赶过来的 我这复告都发出去三天了 要是再没人来领 我就把经费退回去 别别别 我姓钱 叫钱故人 杜老板比想象中的年轻啊 那一千块都是美金吧 当然是 这不是说外边有人守着吗 你说我怎么就一个人都没看见呢 怎么回事 婷婷姐 蔡政兴的朋友来了 打手的事情咱们回头再说 什么打手 你怎么回事 你怎么回事 救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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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先生 他就是你要找的杜老板 你这么吓唬他 钱你还想不想要啊 你少废话 把门给我关上 快点 不是我蹦了他 快点 快点 干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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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门关上了 计划里面这个 哎 所长咱们要不要进去看看 别问了应该怎么对付的呀 所长 万一你们那个人叫做目标 或者都听那个突然咱们 你觉得一个人能解决吗 我相信了 再等等看 这打手是怎么回事 嗨 最近啊 总是有些小混合来收保护费 我这不就找了几个公安局的朋友 来壮壮胆吗 对对对对 我去找了那几个壮胆的 你给我闭嘴吧你 有小混合来捣乱是吧 那也应该到派出所报警啊 啊 得我想是 不小 臣哆 摆了 是 小混感 她不太太太我了 都不想要 她不难过 她不难过 缩磨 杰征星说过 说这个杂货铺有两个人 你不知道单线连线的规矩吗 他本来就不应该 把我们的情况告诉你 你不知道是应该的 钱先生 您那枪要是再不收起来 万一闹出个什么纰漏 那一千美金 你一分也拿不到 我误会误会 误会啊 主长师我太紧张了 你说他刚才说 说让人家在外面守着 我以为他说让公安在外面守着呢 对不住对不住 怎么样 我现在可以开门了吗 我来我来 对不住对不住 对不住啊 钱先生来领经费 有平均吗 啊 什么平均 我们以前 只和蔡正新单独打交道 现在他出事了 你就这么无凭无据地 把钱领走 我们也不放心 要不让你们助组长亲自来领吧 别别别你这 你这 那个夏小姐 刚才我是有点莽撞啊 我在这儿给二位赔不是赔不是赔不是 你夏小姐 你就别再刁难我了 一千美金啊 可不是一个小数目 我让你们助组长来领 怎么是刁难你呢 瞧你这话说的 我跟你实话说了吧 我们助组长根本就没让我来领这笔钱 他根本就信不过你们 我是自己偷偷来的 哎呀要不这样啊 要不这个钱咱们二八分好不好 我八你二 好 来来 大姨看了你 欢迎给我来 董事 他还没挂起来 再等等 这 哎呀这要我三七开好不好 我七你三 我知道你这小杂货铺挣不了什么钱 就靠捣挡点物资捞点油水 那这三七开可不少啊 你说句话呀你和爹夫去 这 哦 怎么伤意 什么 你 看看 又标准 那 箭 我的 我 vow 现在 你 那我什么时候来拿钱 两天以后 五开 要咱们四六开好不好 五开 还有那个 小小虾 温叔 温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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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安同志 经过我们的认真检查 发现他确实患有心脏病 而且就目前来看 他的身体状况并不乐观 建议还是住院修养吧 好的 我知道了 谢谢 你看看 你看看公安同志 我也没有骗人 我也不是装的 我是真的害怕呀 我受不起惊吓了 你们要是让我 让我再去那个杂货铺 我不是不配合你们 我可能真的会坏你的事 我可能连我的命也搭进去了 你饶了我吧 行不行啊 你这样行不行 你看 这样 这个是杂货铺的钥匙 我把钥匙给你 就是你们进去 你们想怎么弄就怎么弄 那 这个不行 家里钥匙也给你啊 家里的 你都拿着 全都是你的 就是你现在 你想要怎么弄就怎么弄 行不行 我实在不行啊 你知道我这 我有点晕 我一看见你们 我现在就晕我 跟我说说 杂婷婷 为什么会受到惊吓 没什么啊 你什么态度 我再让你跟我汇报行动经过 站起来 何不回事 来杂货铺的 叫前故人 听她的口风 她不是姓祝的 杂婷婷说了嘴了 前故人以为外没有公安埋伏 对我的身份起了疑心 所以用枪挟持了杜婷婷 既然敌人出现 你为什么不发信号 为什么要冒险 我怕打草惊蛇 所以没有发信号 而且我没有冒险 我有把握 前故人 是我唯一可以找到 姓祝的希望 就算冒险 我也值得 值得个屁 我怎么跟你交代的 安全第一 就凭你在苏联受过培训 那点三脚包的手段 你就有识悟恐了 你太自信了 你把你当什么了 前故人既然已经出现了 我们必须二十四手之监控 一定要把这个姓祝的找出来 反正行动 今天开始停止 你马上撤回 组长 前故人已经相信我了 现在就算没有杜婷婷 杂货铺这个联络点 已经利用成功了 绝对不可以取消 我申请 现在继续在 申请破会 张汉超同志 那个 小礼法是这样的 我觉得组长是因为 太关心你的安全了 所以才会说出这样的话 那到底是我的安危重要 还是任务重要 我来证保公门 又不是第一天了 证保公做做什么 我比谁都清楚 为了这么点威胁 就让我撤退 那咱俊开除我好了 那你也别说气话了 这是组长最心爱的柯道 是不是 因为担心你 得能这样 好吗 rest